在彰化相亲演唱的亲切优美的台语歌声之后 前考试院长总统府执政姚家文 在太太前彰化县长立委周清裕的陪统之下 在彰化县八卦山上的台语文创意园区 正式上台发表她的新书《姚家文追梦记》 并且举办一场签书会 姚家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感性地说 时光飞逝 岁月催人 她这本书写的是她的梦想 不是一本有八卦 有内幕的回忆录 只希望把有价值的历史留下经验传承 到彰化读书然后到台北去发展 这段时间我很感谢很多人帮忙的我 中间我有很多经验值得讲给大家听 这是我出这本书的意思 所以今天回来感觉很兴奋很高兴 谢谢 希望我的故事会给很多人做一些参考 来激发他们鼓励他们 今年刚好是美丽岛军事审判的40周年 曾经是美丽岛事件受刑人的姚家文说 她从政数十年经历设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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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n 刻骨明星 之所以能够一步一脚印的走出来 是因为有她坚持的政治理念 还有太太周清玉 一路相伴 支持跟鼓励 今天刚好是她八十二回生日 今天 她这本 追梦记 对梦记 其实可以说是对她 选择到小孩的一个 历程 我想说她上面记载 她的一生的历程 我想 證明说 很批识 实在是一个 真正勇敢的台湾人 我感觉 她做一个太太 做一个太太 我真感兴 就是因为今天刚好是 姚家文八十二岁的生日 大家还帮她准备了一个大蛋糕 让她许愿 一起欢唱生日快乐歌 场面是温馨又人 前彰化县长魏明谷 立委洪忠义 现议员黄胜璐 跟很多地方人士 亲朋好友 都到场祝福 期盼姚家文能够继续指导晚辈 为台湾这片土地打拼 那我记得我在念大学的时候 就开始看姚院长的书 那我觉得从里面 得到很多的启示 我们这些后辈 在最近的这些从事政治活动 他都会清零的出席 指导我们跟周庆院长一起来教导我们这些后辈 我觉得他 迅速发表 我一定要过来这边向姚院长跟周庆院长致意 姚院长跟周庆院前县长的付出 大家 这是我们晚辈所学习的风范 那他的精神 我们除了我们学习之外 我们也希望说 以他为模样 以他为榜样 我们向着民主的脚步 继续往前 为了我们的下一代 为了我们的前景与未来 大家一起努力打拼 在这场新书发表会上 还举办新书意卖活动 姚家文也当场捐出新台币20万元 送给关怀文教基金会 作为台语文创意园区的经费 推广台语文创的各项工作 丰富扶我摸杀 这个美丽宝岛的风土人情 记者陈文旭 肖又金彰化报道